饭店做的椒盐虾为什么那么好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详细做法 口感酥脆 肉质鲜嫩 上桌就光盘 刚从市场买了两斤大虾 花了60块钱 一半做椒盐虾 一半做油焖大虾 先剪掉虾腔和虾脚 防止扎嘴 然后把虾弯曲 在虾背部开刀 刀口可以稍微深一点 这样方便入味 也可以抽掉虾线 全部改好刀以后 放盆里加入多一些的水 洗掉里面的杂质 洗干净以后捞出控水 加入切好的葱姜 加一勺盐 少量胡椒粉 半勺料酒去腥 翻拌均匀 盐可以让虾入个底味 很多朋友都会忽略这一步 所以虾吃起来没有味道 还会有腥味 拌匀以后腌制15分钟 准备一个尖椒洗干净 去掉辣椒地 切上一勺半 从中间片开 去掉辣椒籽 先切成丝 再切成小颗粒 红尖椒也切成小颗粒 再切上一些洋葱碎 味道会更香 切好放盘里备用 虾腌制好以后 挑去葱姜 倒出控干里面的水分 先倒盆里一半的虾 加一勺淀粉 翻拌均匀 淀粉不要放太多 能挂到虾表面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锅里油温烧到五成热 油温稍微高一点 虾才能快速定型 皮也更脆 炸虾的时候 少量多次下锅 一次性放太多的话 容易粘连 全程用大火 定型以后 再去搅动它 炸三至四分钟 虾变色飘起来就可以了 捞出控油 锅里面 只留一点油 下入青红尖椒和洋葱 小火炒出里面的香味 炒香以后 下入炸好的虾 简单翻炒一下 加入适量的椒盐 椒盐散开下锅 防止结块粘在一起 再次炒匀即可 这样做的椒盐虾 皮脆肉嫩 香味十足 特别的好吃 每天分享各种做美食的小技巧 您可以点赞 留个关注 以后想吃不会做 还可以找到我 接下来分享另一种油焖大虾做法 锅先烧热 加入适量的油润一下锅 油热以后 下入大虾 用铲子压一下 煎出里面的虾油 做油焖大虾 不要用油炸 煎出虾油以后 味道会更香 把虾煎至完全变色 就可以了 倒入调好的料汁 具体比例在屏幕上面 盖上锅盖 烧几分钟 汤汁变少以后 开大火收一下汁 让汤汁能挂在虾上面 炒好以后 盛出装盘 这样做的油焖大虾 味道鲜美 特别好吃 两种做法供您参考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点头像敬主页 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每次去吃火锅 毛肚总是吃不够 今天做个麻辣双肚 一次性吃到爽 先准备一个毛肚 对半切开 然后卷起来压紧时 切成条 不要太细了 因为毛肚很容易缩水 牛柏叶也卷起来 切成条 准备青菜 从中间切开 再一切四半 切好以后 放水里浸泡几分钟 准备一张豆腐皮 卷起来 切成条 切好放盘里备用 再准备少量的黄豆芽 切好的葱姜蒜里 放少量青红花椒 放一小把辣椒段 锅里水烧开 加一勺盐 入个底味 然后下入准备好的配菜 烫一下 煮至断生以后捞出 放大碗里垫底 接着下入毛肚和百叶 只需要烫十秒左右就可以了 时间长了 毛肚和百叶容易变老 烫好以后 捞出控水 锅里不要有水 放少量油 油热以后 下入准备好的小料 炒出香味 中小火慢炒 防止把辣椒炒糊 炒香以后 放一勺豆瓣酱 一块火锅底料 继续小火慢炒几分钟 炒出里面的红油 用这个料 还可以做水煮肉片 毛血旺都很好吃 炒出香味以后 加适量的水 调味 加一勺盐 半勺胡椒粉 半勺鸡精 加少量生抽 再次烧开以后 熬几分钟 煮出里面的香味 煮出香味以后 打掉里面的料渣 这样吃的时候更方便 接着下入毛肚和百叶 稍微烫几秒就可以了 捞出放大碗里 倒入麻辣汤汁 勺子里面 放上辣椒段和花椒 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每天分享各种 做美食的小技巧 就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支持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这样做的毛肚百叶 麻辣脆嫩 特别的好吃过瘾 喜欢的话 能您也收藏 做起来吧 点头像进主页 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 以后待于别只会做干扎 今天分享一个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做法 肉质鲜嫩无腥味 特别的好吃 先把带鱼切头去尾 再拽掉鱼鳍 然后把带鱼切成段 长度8厘米左右 带鱼中段有内脏 不用开膛 像这样去掉内脏 再带鱼两边改刀 不需要太深 这样方便入味 全部处理好以后 加水清洗两遍 洗掉带鱼里面的血水 控干水分以后 加入葱姜 调味加盐 少量胡椒粉 加一勺料酒去腥 然后把带鱼抓拌均匀 不要用力去抓 像这样轻轻翻拌就可以 防止把带鱼抓碎 腌制20分钟 准备几个土豆切成片 厚度0.5厘米左右 切好以后 放水里面浸泡一下 洗掉土豆表面的淀粉 带鱼腌制好以后 挤干水分 两面沾上干淀粉 轻轻抖一下 抖掉上面多余的淀粉 炸带鱼的时候 油温稍微高一点 6成油温下入带鱼 这样带鱼不会吸油 炸出来口感更好 定型半分钟左右再去搅动 这样带鱼不容易碎 全程用大火炸 火力太小的话 带鱼容易回软 炸至颜色金黄 先捞出控油 土豆控干水分以后 下锅炸一下 炸至颜色金黄以后 捞出 不用炸太熟 锅里面留少量油 下入葱姜蒜 小火炒出香味 从锅边加入适量生抽和陈醋 激发出香味 往锅里面加适量的水 下入炸好了在鱼 调味加半勺盐 三勺白糖 白糖也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添加 盖上锅盖 先炖五分钟 土豆放在后面下锅 根据颜色放一点老抽 土豆烧的时间长了容易碎 开大火炖两分钟 刚开始放的陈醋 味道已经基本挥发完了 出锅前再放一点陈醋 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放少量水淀粉 勾个薄芡 每天都分享各种做美食的小技巧 您可以点赞留个关注 以后想吃不会做 还可以找到我 汤汁收浓以后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糖醋在于 肉质鲜嫩 没有一点腥味 土豆和带鱼都吸满了汤汁 酸甜适口 特别好吃 喜欢的话 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很多朋友炸花生米的时候 都是热油下锅 难怪炸出来容易糊 还不够酥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炸花生米的小技巧 和两种花生非常好吃的做法 花生米先加水 清洗掉表面的灰尘 到处把水分控干 准备半个洋葱 先切成宽条 再切成小方丁 切好以后 抖散备用 螺丝胶洗干净 去滴以后 先从中间片开 不太能吃辣的 可以用尖椒代替 锅里最好不要有水 倒入凉的油 下入控干水分的花生米 开中火慢慢的炸 炸的时候可以放几粒大蒜 凉油下锅 花生米有一个逐步受热的过程 可以把花生里面也充分的炸透 油里面开始冒小气泡的时候 调到小火 用大火炸的话 很容易炸糊 也不容易把花生里面炸透 不确定花生米是否已经炸熟的话 只需要观察蒜的颜色 炸至蒜颜色金黄 花生米就已经有七八成熟 这个时候就可以捞出控油 不需要完全炸熟 因为花生还有一个自熟的过程 炸太过的话 花生米吃起来会有糊味和苦味 接下来锅里面加两勺白糖 加入白糖两倍的陈醋 放半小勺盐 加入陈醋一半的生抽 挤一点蚝油 烧开以后稍微熬一会儿 激发出香味 稍微放凉 变得有一点粘稠就可以了 盆里加入炸好的花生米 加入切好的洋葱和辣椒 加半勺熬好的料汁 拌匀以后盛出装盘 这样做的粗泡花生 不油不腻 口感酥脆 用来当做下韭菜非常不错 接下来分享第二种做法 锅里面加半勺水 加一勺白糖 烧开以后转最小火熬一会儿 熬制糖有一点粘稠 颜色变得微黄就可以了 锅里火倒入放凉的花生 先把糖浇到上面不要用力搅动 糖的温度降低以后就会慢慢凝固 糖有一点变白的时候要快速搅动一下 确保能均匀的挂在花生上面 完全凉透以后就会形成挂霜 每天都分享各种做美食的小技巧 您可以点赞留个关注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可以找到我 点头像金主页 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感谢观看